济南的学区房是在地下区,就相当于是北京的海淀区,然而济南的那个高新产业园是在高新区,有点像北京的夏儿期,现在济南的整个发展来说是往更发展,也就是高新区那边。 但是我看一下高新区的房价也是比较高的,基本上是在两三万块钱左右,累积的也得一万七八,但是高新区那边的生活成本比较高,然后生活气息没有那么浓厚,所以如果是在济南生活的话,我觉得时间是在立夏区生活比较好,但是立夏区的学区房也是比较贵的。 所以说立夏区的房子也是在两三万七,中国考虑来说的话,济南的天桥区比较适合生活,那边环境也是比较优美,离大明湖比较近,但是那边的教育资源是在乡内来说比较陆厚,所以说回济南发展也很纠结。